每一期的幻乐之城都会邀请到不同的嘉宾前来参加 而王菲作为幻乐体验官也是想要节目的特权 那便是可以邀请到不同的助阵嘉宾来帮助自己 陶经营作为王菲多年的好友 也是趁着空荡来到了幻乐之城的舞台上 两个人的穿着打扮很有意思 站在台上想不让人关注都难 陶经营和王菲都是1969年出生的人 两个人都49岁了 但在穿衣打扮上却有着不同的审美风格 节目一开始便是两个人牵手来到舞台上的画面 陶经营穿着长款的条纹衬衣搭配白色的紧身休闲裤子 颇显年轻化 值得一提的是 陶经营脚上的红色高跟靴子十分抢眼 看着根高大概有10厘米之多 在1米74的王菲面前 1米61的陶经营打扮很机智 但差距却一目了然 这个靴子看起来和白色裤子明显不太搭 衬衣和休闲裤塑造出来 这年轻感都被靴子的成熟感打破了 为何感十足 即便是走路的时候都给人一种吃力感 更有网友调侃穿着有雨靴的济世感 但一定地里走一步都感到困难 反观戴货女王王菲的穿着打扮 就要随和一些 白色微领宽松 T恤搭配黄色的条纹裙子 明明是充满吐气的搭配 却在王菲身上显得时尚感十足 而脚上蓝色的袜子搭配 红色的靴子在裙摆的摆动中异常强烟 衬得整个人都年轻了不少 只是她的鞋跟不及陶经营的高 走路比起陶经营要顺眼许多了 舞台上的王菲无疑是像是替台走秀 那模特一般自然且自信 同穿红色靴子 王菲穿出了高级感 陶经营却穿出了与靴系实感 两个人的出道经历相差不多 气质也都令人点赞 奈何陶经营的身高在王菲面前并不占有势 而且王菲目前的私利在圈内 的确事先有人可以逼你